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江澤茜茜 看上午在白寶山火化 習近平等的領導人去到醫院送別 白寶山一帶風路 我們要走路軌路 還有有些幼兒、小蚊子 有些家長也拖著他們走 港鐵將軍澳線列車故障 調景領治寶林和康城的服務 暫停大約四個小時 南韓說北韓向海上緩衝區 發射過白髮的炮彈 大家好,我是周鶴茜 新華社報導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等領導人 上午去到醫院 為前國家主席江澤民送別 並護送遺體去到白寶山火化 解放軍301醫院至白寶山一帶 凌晨已經封路 禁止人車通行 或者停放機動車 沿路不少公安駐守 白寶山公布附近的馬路 停泊了多架旅遊巴 車頭放了寫有不同政府單位的標示 大批穿著黑衣 胸口帶有白花的人 也都在警方的指示下 排隊向白寶山公布方向前進 治喪委員會早前公布 追悼大會明早10點 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全國默開3分鐘 不會舉行遺體個別儀式 醫管局說為哀悼已僱前國家主席江澤民 員工明早10點應該是可行 和不影響病人服務下 莊嚴地站立在工作的地點 蒙哀三分鐘 醫管局向全體員工發信 說明天將會安排在總部和公立醫院直播追悼大會 方便員工和市民悼念 醫院的國旗和區旗會下半旗致哀 所有醫管局舉辦的娛樂和慶祝活動 將會延期或者取消 轉體下 港鐵將軍澳線早早凡旺時間 有列車發生故障 車上千多個乘客要逃步落路軌離開 來往調景嶺站至寶林站和康城站的服務 暫停大約四個小時 中午之後恢復服務 故障的列車由康城開往北角方向 早上大約八點半 準備駛入將軍澳站的時候故障 停在近月台的路軌 列車上一千五百個乘客 經車頭緊急出口斜道離開車廂 乘客圈路軌逃步上月台 有港鐵職員協助 有乘客說 留在車廂半個小時才可以離開 但我就覺得很逼 很逼 於是我就蹲下了 然後過了沒多久 有些警察走過來我 問我有沒有事 因為我是純粹逼 後來之後 因為不知什麼事 於是我們就要走路軌 還有些幼兒 有些小蚊 有些家長都拖著他們走 走了五分鐘左右 幾分鐘 都不會走很久 有燈的 小亮光的 OK的 他有人有燈的 不過這些電筒 我覺得不夠光 突然咔嚇一聲 然後車就停了 然後所有車廂燈都黑了 然後過了一會兒 我們這間車廂的燈是亮的 但是前面幾間車廂還都是黑的 先有廣播 然後是有列車長說 讓我們往前走 有點驚訝 因為最近好像是不是事故出的有點多 兩個女乘客 包括一個人 虎報稱不舒服要送丸 受到事故影響 來往條警嶺至康城 以及市保林的服務暫停 來往北角至條警嶺 維持五分鐘一班車 初步顯示 我們的列車 其中兩家的接駁的機件 是出現了故障的 它出現了故障 就啟動了我們相應的 安全防護裝置 列車即時是制停了 亦都發出了警暴 當時涉事的列車 是並沒有偏離路軌的 我們都會就事故的原因 作進一步的深入調查 對於今天那個事故 去導致影響了 尤其是今早做 將軍路線的乘客 我們是自協 也都多謝乘客的包容和體諒 曾經任職過港鐵的立法會議員 張恩宇說 屬於嚴重事故 正常兩架車卡 在扣著的時候 你應該看不到白色的風琴 這個部分 但現在你看到風琴的連接的位 其實完全扯開了 就代表其實兩架車之間的連接 要麼就鬆絕了 要麼就斷開了 其實可以說是列車相關事故當中 最嚴重的那款 因為大家可以想像 這次算幸運 其實它是扯開了 起碼我們肉眼就看不到 已經可以看到路軌或者是分開了 但曾經在我都翻查資料 在1993年就在香港 全灣線 其實真的出現過 兩架車是完全斷開的 一個月內接連發生兩次的嚴重列車事故 被問到如何恢復市民對港鐵的信心 港鐵就說會盡快找出事故的原因 強調乘客的安全是他們首要的考慮 武士電視機在一樓傳辱報道 故障的列車中午之後移離路軌 將軍澳線服務逐步回復正常 服務受阻期間 港鐵安排接駁巴士 來往調景領站和將軍澳各區 不少乘客批評指示不清晰 調景領一帶交通制室 港鐵列車故障來往調景領到康城 以及保林的服務暫停 調景領站成為區內唯一可以連接 九龍和港島的車站 不少乘客由區內其他車站徒步走過來 但是北角到調景領 只是維持五分鐘的班車 排隊入閘的人龍伸延到站外 我們走了一個小時 在康城走出來 其實很差 我們站了半個小時 他不斷說下班車還未開 所以叫我們等 為甚麼等了很久 在車廂已經很多人被迫 叫人坐其他交通工具 康城那裏就追悶 使人涌回到月台 整個巴士站都是人 根本沒有可能出來 而在調景領站內 往保林或康城方向的月台 事故剛剛發生之後 逼滿大批等車的乘客 整個班車 乘客從月台回到地面出閘 港鐵廣播之後 乘客從月台回到地面出閘 港鐵安排免費接迫巴士 來往調景領站到保林 和康城沿途各站 有大批市民排隊 但是不少人都說指示不清晰 我由北國過來的 我北國過來想去坑口的 那你現在去不到坑口了 現在去不到 所以打算 乘坐接迫巴士 很混亂 由車上來之後 一直都沒有說 在誰出口可以乘坐巴士 正說上大堂 然後一個職員都沒有 想找個人問問都沒有 我們在地鐵出來門 出閘那裏沒有人告訴我們 是 出了來 然後那個女人就說跟他走 他就從這裏走出來 走出來又要打個石頭 又繞回那裏 即是出閘那裏 你應該告訴人 坐車在哪裏哪裏哪裏 沒有人在那裏 調景領站外交通十分制室 港鐵中午之後 將故障的列車移來路軌 將路線服務逐步回復正常 無線電視機者林俊天佩道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說 關注港鐵將軍澳線列車的事故 已經擇成港鐵徹查事故成因 當局在社交網站說 林世雄已經聽取港鐵初步回報 並已經擇成港鐵徹查事故成因 採取一切可行的措施 確保鐵路系統安全可靠 他也向兩個不舒服送院的乘客 致意慰問 南韓說北韓向海上緩衝區 共發射大約130發的炮彈 平壤暫時沒有回應 南韓聯合三謀本部說 偵測到北韓軍方在下午近三點 分別在江源道和黃海南道 連發大約130發的炮彈 相信是多管火箭炮 部分炮彈落在日本海和黃海 北方界線附近的海上緩衝區 南韓軍方認為平壤發射炮彈 是違反919軍事協議 又說會與美國監控和追蹤北韓的動向 南北韓在2018年簽署919軍事協議 同意撤除軍事區的哨站 停止在軍事分界線進行軍演 以免擦槍走火 又是一會兒,稍後回來 教育局明天向小陸的學生家長 派發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回來新聞時間 教育局明天向小陸的學生家長 派發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有意申請的家長需要在明年1月3日至17日 向有關中學遞交申請 相關申請不受地區限制 如果獲取錄 家長將會在明年的3月31日收到通知 自行分配學位的派位結果 將會在明年7月11日 和統一派位結果一併公佈 教育局說 明年起會將中一入學申請電子化 如果家長已經登記成為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用戶 並以致方便應用程式綁定帳戶 便可以透過平台遞交申請和查閱結果 將軍澳藍田隧道星期日通車 將軍澳隧道當日凌晨開始 豁免收費 星期六晚大約10點起 將會分階段封閉 將軍澳隧道部分行車線 以及關閉收費亭等的設施 以及更改交通標誌和道路標記等 期間隧道收費廣場一帶 將會設置臨時行車線 斜續維持限制每個小時50公里 管輸署預計到時將軍澳隧道交通會非常擠塞 市民應該盡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而星期日凌晨12點開始 將軍澳隧道豁免收費 駕駛人士洗經原有收費廣場時 無需再停車繳費 有調查顯示香港私人企業活動轉弱 但分析相信整體經濟已經見底 春年有望復甦 近期疫情反彈 經濟和需求下滑拖累 本地私人企業活動再度轉弱 標普全球香港採有經理指數 11月回落到48.7 扭轉10月上升的情況 連續三個月在50以下的收縮水平 當中產出和新訂單指數跌幅擴大 企業通過裁員等至省人手 雖然新出口訂單也下跌 不過受惠放寬入境檢疫安排 跌幅是半年來最小 相關也看好未來一年後市 扭轉之前四個月的悲觀情緒 相信業務短期內有望改善 原材料和運輸成本飆升 員工薪酬成本也增加 企業要繼續加價 但是幅度較10月溫和 因為定價能力有限 有經濟師認為股市近期明顯反彈 相信投資和經濟都已經見底 如果加上和內地逐步恢復通關 明年香港經濟展望樂觀 我覺得谷底現在已經正在發生 我們看到就業人口反彈 所以本地勞動力有提升 旅遊業有復甦 還有投資信心回復 其實這三樣東西加起來 我們覺得明年的GDP增長 應該可以有百分之二左右的水平 拆勢掛勾案揭即是H案 主要參考指標的一個月拆勢 進一步上升突破五里 去到超過15年高位 以H案息率是拆勢加一離三推算 明義案息超過六離三 高過主要大型銀行三離一二五的封頂息率 林俊宏相信公樓負擔加重 對消費等影響已經浮現 而且被就業改善抵消 如果歐美經濟不是衰退 香港經濟復甦力度會更加大 無線電視記者王文軒報導 他港股收視表現 航生指數收報19,558點 升842點 總成交超過2229億 最後有港股收視價 唐上股升18元 阿里巴巴升7.8毫半 美團升6.3元 盈富基金升8毫 平保升6.1毫半 航生中國企業升3.2毫半 快手升3.6毫半 中移動升1.6毫半 京東集團升24.4 小幣集團升1.3毫半 其他主要籃籌股 匯控升3毫 又幫升3.7毫半 中移動升1.6毫半 港交所升14.2 中華煤氣升9先 衡生科技指數佈4238點 升359點 看上去歐洲故事 暫時去個別發展 倫敦富士100指數升17點 巴黎克指數跌14點 德國DEC指數跌59點 其他消息 俄烏戰士持續 德國總理索基茨說 西方停止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對話是重大錯誤 但是俄烏和談的前提是俄軍要完全撤出烏克蘭 烏克蘭的能源基建在俄軍的空襲中嚴重受損 首都基庫有咖啡店自製發電機 以便繼續提供有限服務 烏克蘭上個月重新控制的克爾松市 水電供應一度中斷 目前全城有8成5的住戶恢復供電 7成的住戶就有食水供應 德國總理索爾遲 星期日在漢堡出席活動的時候指 完全停止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對話 將會是一個重大錯誤 這個亦都是他和法國總統馬克龍 作為七大工業國和北約成員國 尋求和普京再對話的機會 但是強調對話的前提是 俄軍完全撤出烏克蘭 故此西方會繼續軍事支援烏克蘭 索爾遲上個星期五和普京通電話 敦促俄方經外交途徑解決烏克蘭問題 而普京就批評包括德國在內的西方國家 在烏克蘭問題上採取破壞性的立場 武昇電視記者陳宇喬報道 歐盟和英美等國家對俄羅斯石油實施價格上限的措施 今天生效 在北京外加部被問及中方會不會加入的時候 說確保同源供應安全至關重要 英國鐵路工會拒絕接受資方提出的加薪方案 準備在聖誕之前的商業旺季再次罷工 代表資方的英國列車營運商協會 提出是甘明兩年 每年加薪4% 同時承諾2024年4月之前不會強制裁員 但是鐵路、海市和運輸工人全國聯盟就說 方案附帶多項條件包括關閉售票處 列車上除了司機不會再有其他工作人員 這些附帶條件會令到數以千計的鐵路工人失業 亦都增加工作的危險性 所以不能夠接受 工會將會按照計劃 在今個月11日起罷工6日 以及下個月初罷工4日 運輸大臣夏曼恒說 情況令人失望 對公眾、旅客和希望達成協議的工人不公平 資方說 目前英國鐵路的收入比疫情之前下跌兩成 而且幾十年未進行過編制改革 納稅人每年要為鐵路運輸補貼幾十億英鎊 所以有必要削減人手 英國鐵路工人今年多次發起罷工 要求改善待遇 應付生活成本飆升 道路運輸工會已經說 會和鐵路工人一起罷工 戒時可能會令到聖誕之前的商業旺季 出現交通混亂 無線電視記者何英喬報道 本港新增九千多宗新軍病毒國案多二十日未誓 我們就要走路軌 還有有些幼兒有些小蚊子 有些家長都拖著他們走 港鐵將軍澳線列車故障 條件領致寶林和康城的服務暫停大約四個小時 本港新增九千五百零宗新軍病毒確診 仍然有大約三千個患者留意 其中七十人危台 本地感染多八千八百四十三宗 二十七間安老和殘疾院舍 一共一棟四十五個院友和十個員工檢疫 曾經有密切接觸的八十二個院友需要檢疫 一千間學校情報三千零三十六宗陽性個案 二十二間學校一共二十三班 因為有聚集個案暫停面售貨一星期 輸入個案佔六百六十五宗 沒有新增變異株個案 單日多四百一十一個確診病人入院 留意患者增加到近三千人 其中七十人危台 八十二人嚴重 二十一人正接受深切治療 多二十個患者離世 第五波疫情累計一萬零六百一十三個患者死亡 港隊在迪拜舉行的 亞洲經典建立錦標賽獲獎 大會播放國歌的時候 播放了與港獨有關聯的歌曲 港協企奧委會義務秘書長黃敏超說 主辦機局的解釋不可接受 會再細化置人 亞洲建立聯會 星期六向香港舉重建立總會發出書面道歉 提到港隊到部的時候已經向賽會提供國歌 不過大會的技術團隊由不同國家的義工組成 不認識中國國歌 並且從互聯網下載所有國歌 為武大被國歌的國家作準備 團隊在處理多版本國歌的時候 還未將不正確的檔案刪除 並且在頒獎禮打開 港協企奧委會義務秘書長黃敏超 認為解釋不可接受 他又不排除事件是刻意出錯 他說會要求出賽的總會 若果確認港隊代表獲得前三名 在播放國歌之前領隊或經理人 要再三向主辦機構核實 組織單位在程序上 有時某程度上是有點難度的 因為這次發生過幾次這樣的情況 全世界都知道了 我想應該主辦單位可以理解 我想可以要求他們出隊那些 真的我們可以領長升旗 和周國歌那些 都要跟主辦單位再要求他這樣做 他說香港代表在賽前有提交正確的國歌 但在比賽過程中是否有被更換要再作調查 也都會跟總會商討怎樣跟進 無線電視記者萊惠爾報道 港鐵將軍澳線早早繁忙時間 有列車其中兩卡的接駁軌出問題 車上千多個乘客要逃步落路軌離開 來往調景嶺站至寶林站以及康城站的服務暫停大約四個小時 政府已經擇成港鐵設查事故成人 故障的列車由康城開往北角方向 早上大約八點半準備駛入將軍澳站的時候故障 停在近月台的路軌 列車上一千五百個乘客 經車頭緊急出口斜道離開車廂 乘客沿路軌逃步上月台 又說鐵職員協助 有乘客就說留在車廂半個小時才可以離開 但我就覺得很焗 很焗於是我就蹲下了 然後過了沒多久 有些警察就走過來我問我有沒有事 因為我是純粹焗的 後來之後就因為不知甚麼事 於是我們就要走路軌 還有有些幼兒有些小蚊子 有些家長都拖著他們走 走了五分鐘左右 幾分鐘都不會走很久 它靠一靠裡面有燈的 小亮光的OK的 它有人有燈的 不過這些電筒真的不夠光 我覺得 突然咔嚓一聲然後車就停了 然後所有車廂燈都黑了 然後過了一會兒 我們這間車廂的燈是亮了 但是前面幾間車廂還都是黑的 先有廣播 然後是有列車長說讓我們往前走 有點驚訝 因為最近好像是不是事故出的有點多 兩個女乘客包括一個孕婦 報稱不舒服要送院 受到事故影響 來往調景嶺至康城 以及至寶林的服務暫停 來往北角至調景嶺 就維持五分鐘的班車 警方說接步攝市列車 第六和第七卡車廂的接駁位出問題 暫時還沒有發現有任何刑事成分 港鐵就說會深入調查事故原因 初步顯示我們列車其中兩卡的接駁的機件 是出現了故障的 它出現了故障 就啟動了我們相應的安全防護裝置 列車即時是制停了 也都發出了警暴 當時涉事的列車是並沒有偏離路軌的 對於今天的事故去導致影響了 尤其是今早做將軍路線的乘客 我們是自協和也都多謝乘客的包容和體諒 一個月內接連發生兩次的嚴重列車事故 被問到怎樣恢復市民對港鐵的信心 港鐵就說會盡快找出事故的原因 強調乘客的安全是他們首要的考慮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在社交網站說 已經聽了港鐵的初步匯報 並且已經擇乘港鐵徹查事故乘因 他亦都向兩個不舒服送丸的乘客致意慰問 武線認識記者一流進入報導 服務授阻期間 港鐵安排接駁巴士來往調景嶺站和將軍的各區 不少乘客就批評指示不清晰 港鐵列車故障來往調景嶺至康城 以及至到寶林的服務暫停 調景嶺站就成為區裏唯一可以連接九龍和港島的車站 不少的乘客由區裏面其他車站途步行過例 但不覺至到調景嶺只是維持五分鐘的班車 和延伸至到站外面 我們走了一個小時了 在康城走出來 其實很差 我們站了半小時 他不斷說下班車未開 所以叫我們等 等了很久 在車廂已經有很多人被迫 叫人坐其他交通工具 康城那裏就追悶 使人涌回到月台 整個巴士站都是人 根本沒有可能出來 而在調景嶺站裡 往寶林或康城方向的月台 事故剛剛發生之後 逼滿大批等車的乘客 港鐵廣播之後 乘客由月台回到地面出閘 港鐵安排免費接駁巴士 從來往調景嶺站到寶林 和康城沿途各站 有大批市民排隊 但是不少人都說 指示不清晰 我不過過來想去坑口 你現在去不到坑口 現在去不到 所以打算 乘坐巴士 很混亂 由車上來之後 一直都沒有說 是誰出口可以乘坐巴士 正說上大堂 然後一個職員都沒有 想找個人問問都沒有 我們一地鐵出來門 即是出閘那裏 沒有人告訴我們 是 出了來 接著那個女人就說 跟他走 他就從這裡走出來 走出來 又要打個蛇餅 又繞回那裏 即是出閘那裏 你應該告訴人 坐車在哪裏 那裏那裏那裏 沒有人在那裏 來輪候免費接駁巴士 乘客在12點開始 就不需要再打蛇餅 可以直接上車 而港鐵職員在大約半個小時之後 就陸續收起巴士總陣外 用來給乘客排隊的流動拉閘 港鐵中午之後 將故障的列車移離老鬼 將軍澳線服務 逐步回復正常 無線電視記者 現在軒不道 先有食客鎮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新聞 回來新聞時間 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遺體 今早早在北京火花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等領導人到醫院送別 並且護送遺體到白寶山革命公務 由著北京記者陳卓康報導 前國家主席江澤民上星期三離世之後 遺體由上海移送到北京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等領導人到機場迎接零救 新華社報道 習近平等人星期一早早到解放軍301醫院送別江澤民 並護送遺體到白寶山革命公務火花 前國家主席胡錦濤也去醫院送別 解放軍301醫院至白寶山一帶凌晨已經封路 禁止人車通行或者停放車輛 沿路有不少公安駐守 白寶山公務附近的馬路停泊了多輛旅遊巴 車頭放了寫有不同政府單位的標示 大批穿黑衣空前戴有白花的人 在警方指示之下排隊向白寶山公務方向前進 有市民到場哀悼 江澤民同志以前是電子工業部的部長 江澤民同志以前是電子工業部的部長 而我父親也是電子工業部的老幹部 所以我們對他還是很有感情的 然後他的那個睿智 他的博學還有他的那些經歷 我們都很敬仰 江澤民是一代偉大的偉人 我們敬仰的 我們心裡很沉痛哀悼的 智商委員會日前公布不會舉行遺體告別儀式 追到大會星期二朝早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全國密哀三分鐘 有汽笛的地方和防空警報名響三分鐘 全國駐外市令館以及其他駐外機構下半期致哀 公共娛樂活動暫停一日 北京環球度假區在當日暫時關閉 騰訊旗下的英雄聯盟 王者榮耀等遊戲伺服器 凌晨開始暫停服務一日 無視電視駐北京記者陳祥康報導 在本港醫院管理局說 為了哀悼已顧前國家主席江澤民 員工明早10點應該在可行和不影響病人服務之下 莊嚴感暫立在工作地點默哀三分鐘 醫院管理局向全體員工發信 說明天將會安排在總部和公立醫院直播追到大會 方便員工和市民悼念 醫院的國期和區期會下半期之外 所有醫院管理局舉辦的娛樂和慶祝活動 將會延期或者取消 轉看國際消息 南韓貨車司機罷工踏入第十二日 當局會調查收到開工令的司機有沒有復工 違規的人可能被刑事處罰 總統混石月就形容司機連日罷工 等同北韓核威脅 當局絕對不妥協 南韓貨車司機罷工持續接近兩個星期 嚴重影響物流 據報慶祥北道地區的貨運受阻 損失折合超過百億港元 當局早前向部分貨車司機發出開工令 勒令他們回去工作崗位 措施初見成效 在當地星期日下午5點 去到第二日早上10點期間 南韓全國十二個港口的貨櫃吞吐量 恢復至罷工之前近四成的水平 比較起上星期增加近兩倍 水泥出產量也都逐漸恢復 不過鋼鐵和煉油業的損失擴大 全國近90間油站的全副建底 為了確保司機復工 南韓政府表明會調查400多名貨車司機 在收到開工令之後有沒有復工 當局警告若果工人沒有遵守開工令 將會受到行政處罰 包括停運30日、吊銷、執照等等 甚至不排除面臨刑事處罰 當局有考慮將開工令擴展到其他行業 例如煉油業 而總統尹錫悦再次批評貨車司機參與罷工 韓聯社引述多名官員說 尹錫悦日前和幕僚居行閉門會議期間 以北韓客問題應用罷工 說如果政府貫徹推動無核法原則 南韓現在就不會面對北韓威脅 尹錫悦有強調應該嚴懲工會領袖 阻礙或者威脅成員重返崗位的行為 他說向違法行為和暴力妥協 只會陷入惡性循環 無先電視記者朱少林不得 成功 私的資料